却说这里是自己的家 而且自己就是她消失多日的男友雨珍 女孩很生气 认为这根本就是恶作剧 可雨珍真诚地解释着 并且给女孩看了自己多年以来录制的视频 雨珍告诉女孩 自己从18岁开始就患上了怪病 每天醒来都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人 看着视频里相处多日的男友 女孩还是无法相信这离奇的说法 可雨珍却清楚地说出了 两人在一起经历的各种细节 尽管雨珍很真诚 可女孩还是很难接受地离开了 雨珍再次变成了一个人 过着每天一成不变的生活 也许像她这样的人 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期望爱情 可这天 女孩却再次敲开了雨珍的门 雨珍虽然又变成了另一副面孔 可女孩并没有太惊讶 而是勇敢地提出 想要住在这里一个晚上 她想亲眼见到雨珍变化的样子 晚上 女孩询问着雨珍一直以来的生活 听到那些孤独 突然觉得有些心疼 第二天一早 女孩早早地起来 看着衣柜里各式各样的衣服 不同的鞋子和测量大小的尺 又仔细地查看了雨珍电脑里的视频 一转身 雨珍果然又变成了一副陌生的脸 善良的女孩接受了这一切 从那以后 雨珍开始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他们约定 就在女孩因为这些流言蜚语而困扰时 雨珍为了跟女孩的承诺慌忙睡去 终于 她用一个完美的形象成功给同事打脸 可困难总是一个接着一个 先是女孩的好友 发现她的手机里 全是和各种不同男人的合照 紧接着 就连上司都因为同事之间的传言 找女孩谈话 她的精神 也因为每天的心神不宁 而越来越恍惚 直到这一天 雨珍像往常一样 主动来到女孩身边 可女孩的手被触碰到的瞬间 却吓得慌忙躲开 尽管雨珍连忙道歉 可女孩还是生气地离开了 雨珍开始反思 自己一直沉浸在恋爱的喜悦里 却从没站在她的立场上思考过 于是雨珍做出了大胆的决定 她开始亲手为女孩制作求婚戒指 希望给她一个浪漫的婚礼 可就在雨珍准备好一切 高兴地向女孩求婚的时候 女孩竟更加生气了